欢迎大家收看今集的国际演艺评加协会香港分会制作的演后评 最近大家也看着看《香港艺术志》 所以今天我、Bernice和Vicky 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刚刚我们看完的作品 就是《黑路德雷吉的梦语狂妄》 是来自一个泛国制作的 刚刚看完这个演出 我们都要精神上 要由一个很沉淀或者很确定的状态 去跟我们的听众讲一讲这个制作 其实也很不容易 刚才我们的作品用了一个小时代 对 看上去很简单 但其实我发觉精神上的专注度也很强 因为这一位已经是九十多岁的导演 就是一位很有名的法国导演 今次带来香港这个作品 真是很挑战观众的 首先是它里面已经有一个说明 就是在一个很昏暗的环境里面上演这个作品 刚才我们也用了一些时间去讨论 包括我们其实在一个很昏暗的环境里面 我们自己的眼睛去调节看这个 其实是由一个演员演出的作品 其实都很不容易的 Vicky 刚才你用了多少时间去调色到里面 一个比较昏暗的灯光 还有为什么这个灯光对你来说 都会跟这个作品那么有一个的连连呢 其实我想在演出前 都帮到观众去进入的 就是由观众入场那一刻开始 我想周囊人都觉得已这么暗的 因为其实它比平时的House Light 再调冷了颜色 然后又再暗一点 所以大家是很自然的 其实在开演前很少可 大家都是很静的 然后好像很害怕制造到一些声音出来 然后直到它很慢地 灯去到全黑 然后才由演出开始 所以我觉得这一大段时间 其实已经是十五二十分钟 是大家慢慢地进入去 而它开始的时候 又是慢慢地灯光出来 但是它长时间 其实都不会很focus 在演员的全部那里 其实你永远都是看到一个 轮廓的状态 所以就是需要多长的时间 或者你不断想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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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因為他和妹妹之間有不同的關係 家人之間其實有很多他爸爸媽媽都是教徒 他自己本身也是在宗教上有自己的看法 他自己也是沉溶在毒蜜裡面 甚至之後也有令到他妹妹也是沉溶毒蜜 他會不會有自殺 在這樣的狀況裡面 其實我們是探索這個人的本身 其實是一個他世界是怎樣的 或者他一個這麼暗黑的生命裡面 其實他是怎樣尋找他的一個 對我來說這個演出 其實他也是尋找一種他的舊屬 或者是他的歸屬在這個作品裡面 因此我覺得其實需要營造這麼暗黑的環境 除了是這個私人的內心之外 其實有些狀況我也覺得是有一種夢魘的感覺 因為演員其實都用一個 雖然有些狀況是很低層 有些時候他也用一些其實很 我覺得他的聲音的控制也很好 因為有一些盲本其實都 異象上是相當暴力的 也是在呼應著主角的一些生命的歷史 所以因此我覺得在這個控制的聲音上面 和那個空間的氛圍 其實都令到我們可以進入到這個人的一些世界 我不知道在這個暗黑的這個環境 其實跟這個我們相對可能比較熟悉的人物裡面 會不會幫助你都了解到他一些 他的內心的世界 也有的 我想其實一件事就是那個空間 可以帶到他 他的空間其實就是一個圓拱形的 好像一個洞穴 是的 好像一個洞穴 他長時間就好像在這個洞穴的邊緣 看出來或者去看他自己 所以那件事就是有時候 究竟那邊 其實他的世界 和我們觀眾的世界 那個距離是清晰的 就是好像兩個世界 但是又如何去透露這個關係 或者他是真實那邊 還是他是聞那邊 其實有時候會因為他的文字 因為一些燈光 不斷地好像有少少對賭 對賭 調過來又調出去 那件事我想就是好像他 我們在這個場合 了解到他的身體 或者在文字上 有交代到一些 可能他的掙扎 他怎樣去面對這個世界 或者面對他自己 一些道德上的掙扎 是的 那另外因為這次這個演唱 都是 就是語言上 我就聽不到那個法文 但是我覺得因為字幕的安排 也是跟平時我們看字幕 是有些分別的 他出那個節奏和那個光度 是的 都調整 也有一個很精準的調節 我看的這個狀況就是 他其實是演員都說了一個 就是說了那個對白出來 那個說話 然後字幕似乎慢慢才退出來 是這樣的 那我自己對我來說 因為那個節奏的落差 有一些地方是令我 是很有流氓深刻的印象 因為我因為聽不到的關係 其實我就會專注看著演員 其實怎樣 deliver著那一句的文法 但是當那個文字中文一出的時候 其實竟然是一個這樣的內容 我就會很有震撼的感覺 其中有一個說話就是 其實他是一個沒有人愛的人 那這個我是以往看一些 其實聽不到語言的那個演出的時候 我又不能夠用追字幕來演 但我的確覺得那個字幕的某些節奏 是幫到我去理解這個人的一些 一些人愛心的狀況 我不知道在這個上面 你自己有沒有一些很特別的 接收的時候的一些感覺 我留意到 除了他特意打花了一些字 去吼一點之外 然後就是他其實出的時間很短 就是一般好像出完一句 就會等下一句出完 他是特意好像停三秒 所以有時候我是捉到他 有時候我就捉不到他 其實我覺得那個感覺都挺有趣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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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想是和他其實那個節奏 因為其實都慢的 就是他會一句同一句之間 有時候他出現了一個意象 就是好像我剛才 我記得就是他講 他眼前經過一個墓地 那裡我就覺得他有個時間 給我去想 好似前面一排人頭 就是浮地 嗯 是啊 因為演員其實在這次的 我自己覺得 那個濃度很高 我們雖然好像有些狀況 都是在摸上 究竟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或者經常有些樣子 都看得不太清楚 但是其實他是用一個 身體語言的控制非常之好 因為那個節奏非常之緩慢 而且我們都 在節目的時候都看到演員 其實是都 身水身汗的 雖然我們 看不到 看不到 是啊 所以我雖然是一個小時候的演出 但那個濃度 無論是語言的濃度 演出節奏 和那個演員本身身體處理的濃度 都非常之高 那我也很佩服的 雖然我覺得有少少美中不中 就是如果那個 因為那個叫借幕 都是緊接著演出出現 我就覺得 哎呀 所以我還沒回來的時候 就借幕拍手 雖然我也很想知道 演員的 就是很想多謝演員 但是似乎跟那個 戲的感覺 對 有少少 就是哎呀 破壞了少少 所以這個人少少美中不足 但是 估計論如何 今次這個藝術志的演出 我也非常喜歡 希望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 另外一個製作 拜拜